再请问师傅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在人间 他逻辑性很强 智商很高 情商也很高又很能干 但是他就是没有开始学佛 尤其是一些逻辑性强的人 他喜欢用数字来证明一切现象 就比较不容易信佛 请问师傅 这些人他如果这辈子很聪明 应该是不是前世的那个 前世是比较开智慧的 那为什么他们今生智商又高 情商又高 但是他就不容易信佛呢 这个很简单 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根基不一样造成了他今世的环境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造成了他接受的 社会的各种条件和能力不一样 所以他才照为照顾 才会造成他自己想自己的事情 谁像这种事情要启发他的佛性 他才能彻底觉悟 明白了吗 哦 那就比如说有些人 就是在人间看上去他好像很没有用 也不怎么能干 但是他就很容易就学佛 就是这种他在人间的价值是跟他那个能不能学佛 能不能有会命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时候 有的有的有的 能够学佛的人他就有会命啊 能够学佛的人他的命就在改变了 就是这样 怎么会没关系 那请问师傅就是像之前那种智商比较高的人就是怎么样更好地提发他们的佛性啊 很简单 他们有时候会比较直说 智商很高并不代表他佛性很强 智商很高的人不一定杀这两天 听得懂了吧 智商很高 智商在人间有什么滥用啊 哦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智商很高的人死了 智商很高的人 有钱的人死了 怎么样 都不知道到哪里去的 我们智商不高 我们可以上天 很简单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傅 好 现在师傅开始 我认识了 谢谢大家